大家好 欢迎收看安卓多线程和异部人物系列视频 我是竹江老师布鲁 通过上一样的学习 我们正式进入了图片轮播器的开发 并且通过我们安卓提供的viewpager 这样一个包含了首饰的一个空间 加载本地图片 来完成了我们图片轮播器的第一步 我们可以再回顾一下我们上几课的代码 看一下我们的跑起来的效果 点击一下我们这个 大家可以看见直接加载了我们这样一个图片 往右滑动第二张 再滑动第三张 再滑动 滑动到右边就没有了 往回翻第三张第二张第一张 这就是我们上节课所实现的内容 它本质上加载的是我们的本地的图片 而我们本节课想要做什么呢 其实我们本节课想要尝试一下 完成我们的第二步 就是一步的来获取一个网络图片 因为我们之前学习了安卓当中的一步任务 我们可以尝试用一下我们之前学的知识点 采用这个assign task的一步任务来获取一张网络图片 当然我们这里的话还没有学习安卓连接网络 获取网络资源相关的代码 我们这里可以做一个模拟做一个假设 只是说把我们的assign task一步任务 这个知识点融入进来就行了 那么我们如何来书写呢 还是看一下我们的实际的代码 我们上个节课给大家解释过 我们主要分了三步走 第一步完成了我们对应空间的一个初始化 第二步完成了我们适配器的初始化 第三步完成了空间和适配器的一个绑定 这样就实现了我们的一个效果 其实从这里的话 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核心代码 其实在适配器里面是如何来写的 我们跟踪进去 会发现我们整个适配器里面 最核心的代码又在哪呢 就是在我们这里的incitent一个item 就是渲染每一页数据的这个方法里面 我们在渲染每一页数据这个方法里面 首先动态加载了我们的每一页的一个布局文件 然后获取了这个布局内里面的一个 ImageView空间用于显示图片 然后这里的话就直接设置的 显示的一张本地的图片就好了 而我们这里想要模拟一个一步任务 来请求网络图片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就应该 考虑动一下手脚呢 你这里设置的是显示本地图片 我这里设置的是一步任务去获取一张图片 然后来显示 那么想到这里的话我们需要一个一步任务 我们就先来创建一个一步任务 这样一个类吧 还记得我们的一步任务是怎么写的吗 它是一个抽象类 要想去使用它必须写一个 继承它的一个直接的类 比如说我们溜一个class叫什么呢 我们获取图片的叫做 bit 一个bitmap的一个task bitmap task 好的 我们这样的一个获取图片的一个一步任务 首先它继承于我们的assign task 我们的assign task 我们的assign task 这里在创建的时候需要指定三个范形的参数 还记得吗 我们三个范形的参数分别对应的 第一个我们传递的请求参数 第二个我们在请求 我们在一步任务过程当中的一个进度返回 最后一个我们整个一步任务的 请求的一个结果 那么我们这里的话 我们模拟一个网络请求 因为大家还没有学会我们安卓网络相关的一些知识点 那么我们这里的话就直接通过我们提之前提供的 这样的一个int一个数据 一个int的资源ID 把它变成我们对应的bitmap的一个位图的一个对象 我们通过一步任务来模拟这样的一个过程就行了 通过我们的资源ID int类型把它转化为我们实际的图片bitmap类型 那么这里的话我们就要知道了 我们肯定接收的一个参数就是我们的资源ID int类型 那么我们这里的话就写上一个integer 那么我们在加载的时候是否需要返回进度呢 我们这里暂时不需要来一个void 好我们最后我们加载完成以后 需要返回的是一个什么呢 返回的是一个bitmap的一个具体的对象 我们这里写上一个bitmap 这就是我们属于自己的一个bitmap task通过我们的资源ID来获取对应的图片 然后重写相应的一个方法 这里只会提醒你写一个我们的doin background 好了我们这里需要思考了 我们通过我们的资源ID获取我们相应的图片 对吧 那么要想获取到我们对应的图片 那么我们是不是有些东西需要去准备呢 比如说我们这里需要一个我们的资源ID 对吧 你得有资源ID才能获取图片呢 获取图片完了以后 你要显示到空间上面 是不是空间也得有一个imageview 再来一个imageview 我们暂时想到的这就是一个资源ID 和获取位图以后显示的空间 那么一样的道理这些参数是由谁传给我了 我可以选择我们构造方法的传参 也可以选择这个资源ID是由我们这个 一部任务传递的这样的一个parameter去获取 好的这里的话我们先写一个重载一个构造方法 重载一个构造方法的话 我们把首先把显示的一个imageview传进来 imageview 我们对应的imageview 好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可能还会用到一个变量 是什么变量就是我们的context 所以我们还是把context做一个声明吧 context 把我们的对应的context也传递进来 context context 对应的imageview 好的这里好了以后 把请把本类的局务位量做一个复制 this.context等于context this.imageview等于我们对应的imageview 好的 这就是我们重载了一个构造方法 把当前的一个上下文和当前用于显示位图的一个空间 把它传递进来了 好这两个参数得到了复制 我们还有一个参数没有被复制啊 谁啊 我们这里有个res 也就是你当前想要显示的一个图片资源id 那么它到哪去获取了 非常简单 我给大家说过我们一个bitmap的task在执行的时候 是可以传递请求参数的 传递进来的请求参数明显是一个int类型 它会直接传递到这儿 传递到这儿以后 这是一个paramence 然后这是一个点点点 代表的是java当中的可变参数 那么我们这里的我们的资源id怎么来得到它 我们res直接等于paramence取的是多少取0 这样就可以把我们外围传递的一个图片资源就获取到了 好获取到了这样一个图片资源以后 那么我们现在想要干什么呢 我们的义步任务 就是说根据图片资源id获取到对应的bitmap位图 对吧 我们的bitmap这样的一个对象 那么我们这里的话要想获取一个bitmap 我们这里首先先来创建一个bitmap的一个对象 它等于什么呢 其实我们的bitmap封装了一个工具类叫做bitmap的一个factory 一个工厂它可以直接decode编码一张图片 依赖于谁呢 依赖于我们的resource 它这里需要传递哪两个参数啊 就是说我们的bitmapfactory它可以编码一张图片 它只需要接收两个参数 我们的resourceid和我们对应的一个图片资源id 这里要想得到我们的resource就不可避免的要用到我们的context 我们的context.get resource就可以得到我们整个系统的资源resource 得到这个资源以后 第二个参数请传递你想要编码的图片的一个id资源是谁呢 自然也就是我们刚才获取到的res 所以就通过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行代码就可以把我们对应的图片资源id编码成我们对应的位图 编码成功以后一定要记得把它怎么样把它return出去啊 对吧我们的doin background 这是在一步现成里面做的事 做完以后请你把你的结果做一个返回 好的 这是我们在一步现成里面干的事 干完以后还有一个方法 我们需要去重载是什么方法 un postexecute的为什么要重载这个方法呢 因为这个方法可以让我们返回主线程来完成我们的ui更新 那么我们返回主线程是干什么呢 显示加显示我显示加载成功的图片啊 我们显示加载成功的图片 这里只能返回在主线程里面写 那么我这里的话就是我们刚才传递进来的空间 imageview sit我们的一个叫做imagebitmap 就把我们当前编码好的当前一步任务里面返回的bitmap 把它设置进来 看见没有 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assign task 就是我们的bitmap task 他所干的事啊 再给大家捋一下 我们通过外围把我们的imageview 我们想要显示的空间传递进来了 这是通过各种方法 然后再通过我们的bitmap传的参 通过我们的bitmap task传的一个参数 params领取到了当前你想要操作的资源ID 然后通过我们的bitmap factory 把对应的资源ID编码成对应的bitmap位图 然后return出去 在我们的on postexecute 接收到你return出来的一个bitmap 既然你变码好了 我的空间也有 那么是不是把对应的变码好的图片设置到我的空间上显示不就行了吗 因为这里我给大家提到过 我们暂时还没有学习到我们安卓在网络上的一些操作 获取网络图片 所以这里的话仅仅只是为了引入一部任务这样一个概念的方面 大家理解实际上实际上你这里的doin background可以根据我们用户传递的一个图片的网络地址 从网络上去获取一张图片 就这部分代码是根据一个网络图片的地址去获取对应的网络图片 然后依然是把它return出去 只不过这一块我们只是一个模拟 只是一个模拟 好的 那么到现在为止我们的bitmap task就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以后如何来使用它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把它屏蔽掉 这里显示的是图片对吧 我这里不显示图片 我这里怎么来写它呢 大家思考一下 我在每一个渲染条目渲染每一个item的地方 去用我们的imageview来加载这样的一个一部图片不就行了吗 那么怎样来写呢 一个bitmap的一个task等于bitmap task 它等于lue它lue它的时候需要传递一个参数 当前的context上小文 以及你想要装载图片的一个空间 那么我们传递一下context 以及我们当前的一个iv 就这样简单的两个参数就完成了我们的bitmap task 这样的一个一部任务的创建 创建好了以后 它如何来执行呢 直接是bitmap task有一个execute execute这里可以传递你想要执行的参数 很显然我们这里执行的参数 是当前图片的资源int类型的id 那么我们怎么来取啊 Datas 然后一个方括号取的是一个position 然后把我们的分号补上 那么这里的话就是我们可以补上一部任务 我们把这里补上啊 一部任务加载图片 我不管是怎么去加载图片啊 这就是一个一部任务的加载图片的过程 好的 我们的改动其实就这么简单 然后现在把我们的代码跑起来 看一下我们现在加入了我们之前学的知识点 一部任务 然后我们来加载图片 那么我们的图片轮播器会变成怎样呢 因为我们的实际开发过程当中 我们肯定是用一部任务去加载一个网络图片的 所以掌握一部任务加载图片这一块 也是大家必不可少的一个知识点 好的 我们的工程已经跑起来了 我们往右切换一下 这里其实加载的很快 都已经加载完了 因为其实我们编码图片啊 就是我们这个bitmap task 这里其实编码图片其实是很快的 这其实是很快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比如我们应用程序退出 看一下这里有一个alone image play 这里有个编码 编码的很快 大家看不到 那么为了看到效果的话 其实我还可以做一个什么呢 我的网络操作其实是有延时的呀 模拟一个延时 thread点一个sleep 比如说就来休眠一个两秒钟 就是我们对应的2000毫秒 把对应的一个异常抛出来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再来跑一下我们的一个项目工程啊 我们这里纯粹是为了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一个一步加载 因为我们的网络是有延时的 它不是一出来就会显示出来 所以我们延时两秒钟模拟一个一步加载 让它放慢的来看这整个过程 好的 大家可以看见没有 这里没有加载出来 当前是一篇空白的 我们往右滚 看见没有 又是一篇空白的 然后过一会显示出来了 我们往右滚 两秒钟 一二又显示出来了 我们又喊一二显示出来了 看见没有 我们这就是我们的一二 所以这里就不是从本地的快速去读哦 就是实实在在去网络读 并且延时了两秒出来的一张图片 然后大家有没有发现啊 我们的实际代码实际过程当中 这里在加载中嘛 这里其实一片空白就是加载中 在加载中的时候把它空着 这样一点都不美观 在我们的实际实际项目开发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加载中的时候 可以去设置一张加载中的图片 来提高我们的用户体验 你至少不能让它这里空白着 对吧 你空白着是什么意思呢 用户就不知道 所以这里的话老师也给大家准备好了一张图片 在这里这里我写了一个空的一个图片 它长这样 它是一个.9类型的可以进行一个拉伸 这样一个空的图片 用于充当我们的加载中图片 那么我们如何来使用它呢 就是我们在开启一部任务之前 先设置设置一个什么呢 设置设置显示加载中的等待图片 然后这里怎么写呢 直接是我们iv.setImageResource r.joyable.empty photo 就是说我们一来在等待加载的时候 我们先去放一张加载中的这样的一个图片 它是长这个样子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样就能够提升我们的用户体验 让我们的图片轮播器显得更加的美观 对吧 好的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正在install我们的 apk 看一下我们现在做了这样一个改动以后 我们的图片轮播器会变成怎样啊 看见没有 它虽然说在加载 但它至少不是空白的 对吧 我可以接受 看一下 看见没有 这就是说一个正在加载的图片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整个图片轮播器的美观就好很多啊 对吧 好的 这就是我们本节课的主要内容 我们这里的话就是主要是把我们之前的一个本地加载图片 变成了一部获取一张网络图片 当然我们这里并没有实际操作网络啊 只是加入了我们一部任务的概念 然后这里的话通过我们thread的延时来模拟了它 同时同样的我们最后为了优化我们的一个程序 提升我们的用户体验 我们加入了这个显示加载中这样的一个美观的图片 让我们的用户 我们用户更加的喜欢我们的应用程序 对吧 好的 这就是我们本节课的主要内容 其实我们到现在为止 都还是局限于一个普通的一个加载图片 我们的图片轮播器还没有轮播起来哦 而且我们轮播的时候 大家还记得吗 它要完成的是一个无限循环 无限循环 当我滚动到最右侧的时候 又可以滚动到最左边 而我们现在当滚动到最后一张图片的时候 大家看见没有 我往右边滚动是不能再滚动的 我们回到我们的第一张图片以后 我们再往最左边滚动 它也是不能再滚动的 这就是我们下节课的主要内容 我们要为我们的图片轮播器加上一个无限循环 轮播的一个功能 好的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节课再见